哈囉 大家好 我是G-Man 那今天要來嘉義拿我的電腦主機 拿主機之前呢 要先來剪一下頭髮 頭髮已經蠻長的 等一下剪完頭髮 我們就去拿我的電腦主機 要灌那個黑蘋果系統用的 那現在已經剪完頭髮了 感覺比較清爽一點 等一下要去原價屋這邊拿電腦 OK 好的 剛剛回到家 然後也吃完晚餐 然後把電腦搬到三樓來 就是我的工作室這邊 好 晚一點我們就來開箱 好的 我們來看機殼的部分 一樣是酷媽的N400 只是我用的是跟舊的原來一樣的 這個機殼 因為它蠻好用的 所以我就繼續選擇用這個機殼 那我們來看一下電腦的內裝 還是一樣從CPU開始看 那CPU是我這次拿的是i7的9700 它是8核心的 那可以 頻率可以3.0不是到4.7的部分 CPU風扇的話我把它換成虎測2 因為原廠風扇據說有點吵 所以就直接把它更換整個虎測2 主機板我選的是技嘉的Z390 GAMES 記憶體的話我就選美光的16G DDR4 頻率是2666的部分 之後記憶體都會再增加 如果預算夠的話之後再把它插滿 接著看硬碟 目前是裝一個PCI的硬碟 它是微剛的SS8200 Pro 512G 讀的速度是3500M 寫的速度是2300M 再來看POWER的部分 我選的是震華的650W金牌 最後是顯卡的部分 就是這一張之前我已經有開箱過的 它是華碩的雪原爆 RX580 4G的版本 那這是二手的一個顯卡 包含之前買的黑蘋果網卡 也會一併插傷測試 OK 我們開始吧 我們現在主機已經開始運行了 旁邊這一台就是我們舊的黑蘋果主機 那右邊這一台就是我們新的黑蘋果主機 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順利安裝完成 進入到系統了 這也是我這幾天就是慢慢安裝 一步一步把它安裝完成了 有時間再分享一下我安裝的過程 那現在這個配備是可以順利安裝黑蘋果系統的 網路上有很多菜單可以參考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目前是安裝完成 但是還是有很多驅動 就要慢慢的去把它安裝 大致上是可以使用 而且我已經用了這個系統前的一支Vlog影片 就是我前幾天發的同學會的Vlog 好 我們大概還是看一下它裡面抓到一些配備 比如說這個是硬碟 USB3.0的部分是可以抓到可以使用的 但是USB2.0目前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那個都要重新再校正 顯示卡RS5800 這個部分也是可以抓到 那硬解的部分可能另外打開 Wi-Fi的部分也是可以順利抓到使用 但是有一點就是它裡面有一條內建藍牙的連接線 那因為我裡面的USB Pro已經滿了 沒辦法插了 所以我就沒有接那一條藍牙連接線 目前是沒有藍牙功能的 好的 以上就是新的黑蘋果主機開箱 系統安裝的過程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